好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介绍了这么多种类的线上地图的协作工具之后 我想回到作业本身 或者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些观点 就是说从多人协作还有资料维护的角度 来选择主题地图的工具 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算是经验法则 想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协作地图 当然就是预期会跟别人协作 那到底怎么协作 是在地图的层面 大家看着地图来协作 还是说我们在Spearsheet 我们只要填报资料 填好资料的栏位 格式的内容 那其实它可以自动化的做一些前台的地图 就是在哪个场域来进行协作 那怎么维护 例如说UMAP 它可以跟OSM的资料库联动 也就是说它在资料更新上 它其实省力了一些 但是你如果是用Google My Map 基本上它现在都是以存 就是说你一定要上传新的资料 才能做更新 所以就是比较手工的方式 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边 在这个从多人协作资料维护的角度 来选择主题地图工具 这样的标题下面 我想有一个直接的就是怎么协作 那我们这边先具体的归纳一些协作的情境 基于我们过去在社群看到的案例 还有一些主题协作地图的一些经验 有一大类就是以填写 spreadsheet栏位的方式来协作 举例来说我们介绍工具里面 有像Oversum Table 我们这个示范地图 就是用这个民间标注足迹的社群 它们每一天都会标注官方的足迹 它们并不是在地图上标注 而是在资料表 spreadsheet上面 大家来分工说 南投县的资料 今天有人check过了 已经登录完了 有精度纬度的栏位 有地址等等 这样的部分在协作 那地图的部分就是很单纯把它地图化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从 spreadsheet来作为协作的一个场域 那第二类就比较接近 就是用地图来协作 那我想选项就比较多了 例如说Google Map U Map 或者像Tgold协作地图 其实也都可以去运用 那接下来就开始有一些条件的课题 也就是说 像第三个我们想特别提醒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协作面状资料 就说 我想要协作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可能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很多边形 那你也期待说不同的人来调整这个多边形 或者说他在上传资料 画一个新的资料的时候 这个资料是一个有范围的 那这时候Google Map跟U Map都可以支援 可是像Aversion Table 各位可以很快对照一下 它的资料表后台都是精度纬度 也就是它是点线面的点资料 它没有办法处理线跟面的资料 这时候你要呈现面资料 你要协作面资料 那其实选项就开始会剔除掉一些工具 那第四个部分是透过OSM资料库来标注 你的你想关心的主题 那这部分在U Map那边 大概可以看到一些说明 就是透过OSM的标注服务来汇整资料 那U Map就是作为 你把资料拉到一个地图来呈现 然后设定一些自动更新的一些条件等等 那第五个比较特殊的 就在过程中也有介绍到 TGOS协作地图跟GIS Cloud 这两个服务有很明确支援 WMS和WMTS 那其实WMS跟WMTS 有时候会采用这种方式 释出的资料集 其实就有一点难取得 不管它是资料量很大 还是说这个机关它碍于一些行政规定 它没有办法对外释出原始资料 但它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资料的内容 所以它采用WMS的方式释出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逛一下 像中研院地理资料中心 其实都有帮大家去整理 国内外有哪一些WMS的服务 那如果你发现你想关心的东西 就在那个清单里面的话 那这时候这两个工具 TGOS跟GIS Cloud 其实就可以变成你优先考虑的使用方向 那最后两个部分呢 我先讲最后一个 就是也是一样格式取决于工具 你如果要上转一个GeoTief 在我们在GIS Cloud那一个段落 其实有demo过 就是一个有地理位置坐标的 这个大的Tief档影像档的话 那大概只有这个工具有支援这样的格式 好那最后一个是户外需要上传照片 那我们这边是写说 请参考具有地点通报功能的专案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很快看一下 这个超连结连过去的页面 我们其实还蛮需要 或者蛮常看到说 有一些主题是人到了现场 我们拍照上传 然后来汇整说这样的议题 大家所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我位置在哪里等等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是跟这样的 其实已经涉及到 使用者上传的功能有关的话 那这个HackMD呢 就是包含另外一个社群朋友 江民中还有一些朋友 有一起在会诊 到底哪些专案案例 是有这种地图通报的功能 这边收集了蛮多的 包含台湾案例 跟国际一些比较有名的专案 举例来说我们在这一次 这个系列课程里面的第五堂课 有农地违章工厂的贡献者来分享 那其实他们的专案就有包含 在某一个定点去指认去上传 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那其实很多叫做公民科学 或者生物调查这种专案呢 他也很需要这个公民科学家到现场 拍到这个植物 或拍到一个生物的照片 给予经纬度来上传这张照片 比较知名的像I-Nationalist 在大概全球也是非常知名 然后台湾的使用者也蛮多的 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拍照上传 生物资料的一个服务 那会介绍这些的意思在于说 假设你今天想关心的主题 有这样的这个拍照上传的这个环节 你期待使用者这样来参与写作的话 你可以先来这样的页面 看看有没有已经是一个既有服务在那边 例如说刚才讲的I-Nationalist 它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 包含它的APP 包含它的网页 还有一些使用者的整个体验都已经做得还不错 你可以直接加入这样的社群来 号召你的想要写作的 例如说你想要写作一个特定地区 其实I-Nationalist也有提供一个 像特定样区的一个模板 让你来推进这个地方的生物调查 那假设今天你想要对这个儿童游戏场的邮剧 你很关心这些这个儿童游戏场的这个好不好玩 其实像我们现在滑鼠看到有一个叫台南特色公园 这个是江明中他来制作的一个也是鼓励大家到了儿童游戏场去拍张照片 然后来上传 那我们很简单看一下它这个台南尾药特色公园的这个照片墙 像它也是结合了地图 还有这些不同可能是亲子家长大家所上传的照片 所以在地图上面其实就会看到已经有照片的点位跟公园 那有两种颜色啦 有一种颜色是说已经有照片了 那另外一种颜色其实就是没有照片 还期待大家去有机会到那个公园的话 去帮忙拍一些邮剧的设施照片 所以回到整个介绍协作地图的页面里面 就你如果有地图通报的功能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这些专案的经验 如果它是一个已经还蛮成熟的一个平台 你是可以加入那样的一个协作社群 那这边我很快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都是以协作为导向 不管是这个线上服务或者等等 就是协作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 那有一些非协作的工具 例如说我们整个系列的课有第三堂课叫QGIS 它其实是一个单机版的软体 那它支援很多的地理资料的运算跟分析的服务 所以在QGIS的部分我们也要请到Ronnie 来帮忙大家开一堂课来大家至少第一次来下载下来 来使用看看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边也有列出像Carto 那Carto的部分 我跟Ronnie其实过去也有一些教案 也曾经针对Carto做一些demo 也做一些教学 所以你如果对于Carto这样的工具有兴趣 它并不太能做到写作 但是它在资料视觉画上面有蛮强项的部分 那至于强项在哪边 你可以花一些时间来看 一样也是放在整个资源供笔里面 有个叫Carto制作线上地图的工具介绍 各段落 因为当时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叫台南旅中的场次 我们有介绍这个工具 所以当时的录影还有各段落的文件 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那时候是带着高中生们一起做 像现在滑鼠上看到的 这是一个正央的地图 那正央的规模 基本上我们留5以上 那5以上越来越大的那个点就比较大 5的话就可能小一点点 然后在第二个demo的部分 像那时候带大家看的是一个叫 全国18岁到20岁的人口资料结合行政区 就是各个行政区到村里的尺度 20岁的女性人口 假设这个它的数值是多少 然后呈现成颜色是多少 那这些也是Carto可以协助大家 把你的资料放上去之后 调整一些选项就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这边有上一次课程的整个过程的录影 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 那同样的 Google Earth Pro这样一个单机软体 跟Google Earth Engine 我们现在都有开了一些页面 那不过教材的部分还没有准备那么到位 但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蛮多的网路资源可以去搜寻 特别在Google Earth或Google Earth Engine Earth Engine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贴了一些国内的这个同号社团 就是有在使用Google Earth Engine来做 卫星影像的分析的一些社团 其实你大概也可以先到社团来丢一些问题 或者是来找一些询问 那最后我们再进入作业之前 作业区之前我们再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说从协作的角度 怎么样跟别人协作 然后涉及到资料怎么维护的角度 来选择主题地图的工具 这个是我们大概用一些经验法则 列出来一些 你的条件跟对应到比较适合的工具 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你如果有新的发现到新的工具 符合你的需求 你也可以来共笔新增到这个段落里面 那作业区的部分呢 我们这一次蛮直接的就是请大家创建一份资料地图 是一份资料地图 就是要有资料的地图 所以一个是说从资料的角度 你可能要去想一下 你想要建立的地图是关系什么样的资料 那资料挤在哪里 那搭配我们第一堂课也有介绍说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还有更多的资料平台你可以去查查看 那如果查到了资料 你发现这个格式跟 你不太知道这个格式怎么使用到你希望的工具 地图工具上面的话 你也可以在GIS的Channel 来提问 那第二部分 资料部分当然如果你是有OSM相关这个地理资料 可以支应的话 你其实可以考虑直接用UMAP来做发想 来做实作 那你如果真的都没有资料灵感 就是可能一时间想不到 我有什么关心的主题的话 那我们在前面Google Map介绍的部分 有美食店家 公车路线跟行政区 你也可以用这个点线面的资料 选一个你比较喜欢 想要实作看看的地图工具来 丢丢看这三个资料集 那第二部分 这个资料地图我们期待了 当然就是以有协作的用意在里面 所以你可能要回答一下 你这份地图是不是希望多人协作 那如果你回答是的话 那我们讲师群就会来帮你看一下说 你希望协作人的这样的资料的形态跟主题 跟你选的工具 是不是对应的起来 我刚才介绍很多 其实有一些对应条件 那我们这部分 我们会依据你的挑选的主题 来帮你看一下 你所选的工具 能不能完成这一种资料集类型的协作 那如果你的答案是否的话 就是你今天想try的东西 想试的东西 其实好像还没有到协作的情境的话 回过头来你可以想一下 你自己会不会更新这个资料集 举例来说 我们假设 这个我们刚介绍过的工具里面 有Google My Map 也有Awashing Table 好 假设我们今天都不是说要跟别人协作 那这时候我要选哪一个 因为看起来都可以做到点位的资料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问自己说 我如果要更新资料的时候 我是想要用Google Map My Map这样子就是要全部档案更新 还是我在My Map上面新增点位 用滑鼠去点 或者是说我想要在 Awashing Table的后台 我一次上100个资料 50个资料 填入一些资料 用资料集的方式来处理 资料更新的工作 这时候也会有点攸关到 你的资料更新的习惯 或你倾向你的做法 来选不同的工具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虽然没有要协作 但是你可以从自己怎么样维护 这个资料集的角度来想一下 那大概这部分是作业的介绍 所以我们现在整理这个 从资料的选择跟协作 或者资料更新的角度 这两个段落你可以 大概有个方向之后 你就试试看 那如果过程中 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你就记得到GSChannel 把你的作业的HackMD的网址 一起连同你的描述 你的体温 一起贴到GSChannel上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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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